哈囉,聽得到嗎? 好,鄭偉你好 哈囉,叫唐豐就可以了,老師好 我們在法谷西門町有一個得貴的教室 所以我們有三位助理 分別是彭惠宇,翁宜君 我是嘉玲 嘉玲,跟你聯繫了 是不是我節省一下時間 首先,在中秋節又麻煩鄭偉 真的要先跟你做個中秋節快樂 我們這一次主要的有一個是訪談提綱 因為我在做科技部的一個社會企業社會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的評估計畫 我們先會有一個訪談提綱 之後可能會有一個層級分析的問題 等一下,這個提綱的部分好像是可以用共享給鄭偉銘看一下 還是可以那個嗎 可以,沒問題 我這邊已經有一份了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畫面分享 然後我們一面看提綱,然後一面回答這樣 好好好,謝謝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嘛,對不對 就是從社器價值與影響力那邊 對,在這個開始之前我想先問一下鄭偉 我們看2014年有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之後 當然到鄭偉接替了以後 其實在社器的部分是鄭偉在負責這一塊 現在就是說想請問一下 包括鄭偉前幾天還到紐西蘭參加社器的論壇 就是說從現在政府的政策以及國外的做法 您比較大的您對社會企業的這一塊 不管是在政策的部分,在經營模式 還有在社會影響這個能不能您簡要的做一個論述 沒問題 OK,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當時馮老師跟我交接的時候 他有很強調一點就是說 社器現在是一把大傘嘛 它正在成形當中 那對我來講就是說 社會跟企業 它其實是兩個 像看得到我寫的字嗎? 有,有看得到 社會跟企業它其實是 我們之前的想像是比較單向的嘛 對不對,就是往一邊可能就是消費啊購買啊 然後往另外一邊可能就是捐助啊等等這樣 那但是我覺得SE這個概念 就是對我來講它是一個連結 就是說它是社會跟企業各種各樣不同連結的方式 那在你們的提告裡面也有提到說 其實有一些社器它在意的是治理的部分 就是它希望上下游的生產者消費者 所有這些人都能夠進入 這個企業的營運當中 那這個其實是我比較熟悉的 因為我自己大概七八歲的時候 我母親跟一些朋友一起成立那個 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綠主張 那那個就是當年合作經濟的 在台灣還蠻流行的時候 那當時他們的訴求就是說透過消費 以及透過這種市場的力量 但是去改變社會 也達到一些倡議的效果等等 那所以這個是在治理方面的一個連結 那當然最近就是因為CSR的普及 然後永續聯合國永續目標 然後以及各種各樣的循環經濟的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有時候會把環境 從人的治理裡面分出來 那這次去紐西蘭也有學到 他們原住民的一個觀點嘛 他們打了很久的一個官司 然後讓紐西蘭很大的一條河 讓他有了就是法律上的人格 有了personhood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條河就可以參加董事會 這條河如果受到傷害的話 他就可以這個要求賠償 然後如果領域有分配的話呢 那政府跟原住民部落各處一個人 當這個河的代言人吧 然後就可以分配這個東西 到河的整治上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跟以前講團結經濟合作經濟 其實是不一樣的一個架構 不一樣的一個脈絡 對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說 設計就像黃老師說是一把大的散 那你可以從團結經濟的脈絡 想說是社會透過治理方式的創新 來參與新型態的企業 你也可以說是企業透過社會責任 或甚至這種剛剛講的很創新的方法 來參加環境 然後這個環境當然又影響社會等等 所以對我來講 每一個單獨的設計 它都是可能往某個方向創新 然後很難有一個設計 它是四個全部都兼顧的 這大概是不太可能 對 那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說 雖然有一些比較激進的朋友們 會說 只有我做的這個方向才叫設計 那其他人可能不叫設計 但是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不會採取這樣子 一種過於嚴格的一種定義 對我來講 就是說每一個新的設計 都是一種新的社會創新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的目的大概有三個 一個是說 在社會上面 對於設計這件事情 你隨便問一個人感到認同 就是覺得說 欸這不錯啊 我也許可以 就是有點像義賣嗎 還是什麼東西 這個願意多掏一點錢購買等等 對這種程度的認知是有的 可是你如果更進一步說 欸那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 社會企業是什麼意思 那可能八成的人答不出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awareness 就是大家要更知道 設計是怎麼一回事的這件事情 是政府目前最能夠幫忙的 就是說去讓這個東西 去做一個觀念的發揚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也參考一些國外的案例 就是 當政府在介入的時候 比較不適合是用set aside 就是說 好像我專門為了照顧這群設計 所以匡一筆錢出來 然後專門投資特定的設計 或採購特定的設計 吳寧是說 我們希望在公共採購的時候 尤其是像共同供應契約上面 能夠考慮到social value 那這個social value 我覺得同樣的 也是這個設計 他自己要去講 他的social value是什麼 那政府其實 我們如果就是像某些 我就不講名字了的 附近的政府一樣說 只有某些value 才叫social value的話 那就所有設計 都會長那樣了 我覺得那是不妥當的 所以我們在公共公益企業裡面 就是說 任何自己覺得 有social value的設計 我們要的是accountability 就是要責信嘛 就是他要 他說他有這樣子的使命 那張誠可能就要公布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不管他是NPO形態 他是合作社形態 或者他是公司形態 他只要符合他自己提出來這個使命 那我們覺得我們在採購的時候 就可以去把它當作是一種創新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治理 把它放進共同供應契約裡 等於是這個social procurement的目的 不是為了獎勵我們已經認識的這群人 而是鼓勵更多的新的社會創新 這是在procurement的部分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治理的環境 那我自己因為同時是負責開放政府的政委 所以我其實是蠻有意識的 在把社會企業當作是開放政府的政策形成 我們叫做open policy making 或者是叫做 學理上叫做open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就是說政府在這個角度裡面 他不是控制社區政策 他是社區生態系的一員 我們參與 然後我們indorse 但是我們不控制社區的政策怎麼形成 所以我們才會安排非常多multi-stakeholder的方式 像我從10月底開始 每個禮拜三上午 事實上整天都會在空總 那空總那個地方 就是留給社會創新的一個展示空間 那也會有一些進駐的團隊 但重點是任何人 不管是大賣場的人 要來說我們現在要上架社區產品 或怎麼樣都可以直接來這邊找我 然後找我之後我就可以直接dispatch 到目前跟社區有關係的 可能七八個不同的部會的朋友 那另外呢 我也跟這七八個部會的朋友 在從六月開始去台灣的各個不同的角落 因為社區在台灣 我們說它達成社會使命 或解決社會問題 那很多是很regional的 很多是非常特定於當地的 所以我們如果一直待在台北的話 我們一直看到就是台北社會問題 跟怎麼解決台北社會問題 但是這個跟好比想說一些農業現實 一些做智慧機械的 或者一些各個不同的台灣的角落 其實是做的不同的 然後六都跟非都現實 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去行政院的各個地區辦公室 那一去就是這七八個部會 包含他們當地的地方政府的相應的局 以及農業改良廠也都去 然後我們就是跟在地的所有設計 坐下來先彼此認識 認識之後由他們來提出 他們正在解決社會問題去 他們自己碰到的問題 然後我們試著當場如果能解決解決 如果不能解決的話 我們就做暗字管考 就是他講的每個字 我們都打成逐字稿 然後拿回來 然後處理之後 兩個月之內我一定會回到當地 然後再給大家一個交代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 這是一個 就像這張圖一樣 它是一個循環式的 它不是任何一個階段上面是 好像我是一個舵手什麼東西 領導大家不是這樣 而是說我是幫大家解決 大家實際碰到的問題 因為政府如果是自己下去 做每一個設計 在做的事情 那當然可以達到 KPI上面要求的那些 可是就不太可能創新 而且這個last mile 也不太可能 捲動更多的社會參與 那現在既然社區正在實際上 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作為政府 我們當然應該要盡可能解決 社區碰到的問題 這樣才可以達到 就是成熟的效果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靠 巡迴的方式 然後以及把廣義的 社區的各個不同的 子群體 比如說B Corp的movement 你如果說社會創新的話 其實公民科技也在裡面 就是說各種各樣不同的 他們可能不會覺得 自己是同一個movement的人 透過這種國中式的方法 盡可能讓他們建立社會連帶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整個社群 就會知道自己 要怎麼樣讓整個社會 知道這件事情 那政府在這邊 就是一個促進的角色 而不會是一個控制的角色 對 謝謝政委 其實您剛剛提到的這個概念 我蠻認同的 現在團結經濟 其實他很強調 就是一個殘餘的部分 團結經濟的部分 也是一直重視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蠻讚賞 這個政委的這個做法 然後我要問一下 就是說其實現在 像義大利 他們在做一開始 就您剛剛提到的 合作社的做法以後 其實現在慢慢的 我看義大利的一些 一些paper報告 就是他現在把文化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羅馬的一些古籍等等 也納到這個 他團結經濟或社會企業的這一塊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當他們在做這些的時候 數位科技的應用是相當重要 所以剛剛那個政委您提的這個部分 剛好可以跟那個 義大利現在的那個團結經濟做一個連結 我想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剛您也提到 那個價值影響的這一塊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主題 剛剛您提到了 其實他有非常多種不同的一個 社會影響力評估的方式 禮拜六的時候 其實勞動部他們社會創新的 也在引進一套 那個加拿大的一個DV 一個好像也是一個價值體系的部分 他們委託自律聯盟去翻譯找個案 做勞動部有很多多元就位的一些個案 所以我想回到我們這個影響力的這一塊 您覺得說現在其實社會影響力慢慢的從政府的部門 也接受到這個影響力評估的這一塊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您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您的一些觀點 是 我想 我們去社區年會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我們看到的事實上是 它不只是一套 目前 我在世界大會上聽到的可能有十套了吧 然後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裡的重點仍然是說 每一個社區看他創新的方面不同 他會去挑他看起來最好的那一套去用 這個是事實 我們也不用避諱嘛 那但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社區這個概念 就像我剛剛講的還在擴充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太可能真的弄出一套 放出四海而皆準 說你套進來就是社區 進不來就不是社區 的這樣一種方式 所以我覺得 所以說這裡的一套 它是 我會把它看成就是plural 是多元的 那這個多元的這件事情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們要求的其實只有兩件事情 就是說它是 就是它是透明的 就是說這個東西 理論上如果它是一套自評 或是他評 或不管怎麼樣評估方法 至少這個評估方式 不是因為你認識誰 你再錢給誰 而是說你真的這個 這個符合這件事情 對不對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要是可克責的 那為什麼特別把可克責放進來呢 是因為我們會看到 好比上說 在這個中企處的 有一個登錄的一個平台 對 我們不會覺得說 你放上去跟沒放上去 就表示你試設器 或者不試設器 我覺得放上去 只是一個開始 那在上面 我覺得接下來要做的 就是追蹤 所有這一家公司 或者這一家合作社 或者這一家NPO 他曾經跟這邊講的 這種衡量效益的機制的關係 好比像說他在幾年 有進入過共同採購 他還幾年進入過哪些program 他還幾年取得了什麼認證 他還幾年沒有取得什麼認證 他還幾年揭露了什麼 沒有揭露什麼等等 也就是說 整個市場應該是要一起去看 這個責性的機制 他不是只是單一的 這一套機制是透明 而是說一個組織 跟所有機制的互動的關係 要有一個履歷 那大家是綜合的看這個履歷 不只是看這一個組織本身 有沒有符合他 當初設定的社會目標 也是藉這個機會來檢視 這些機制到底有沒有用 那我覺得只有這在這兩個 都能夠互相檢視的 這件事情上面 才能夠達到就是 整個市場是相信這件事情的 因為當然在每一部 裡面大家最怕的就是說 社會企業這四個字 喪失了公信力 這樣我們就要找別的字了 這樣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這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不要雞蛋全部放在 同一個評估機制的籃子裡面 但是我們要盡可能的 讓籃子越長多越好 而且這個過程是要透明可克責的 大概是這樣 對對對沒錯好很好 然後第二題就是 社會投資的概念一直在成長 你覺得說社會企業 他對社會投資的角度 比如說從主管機關或者角度 您有什麼看法這個部分 對我覺得社會影響力評估 這當然是其中一個學派 就是說覺得社會企業 或社會創新者 他的目的是要最大化他的社會影響力 那如果他自己這樣宣稱 那當然理論上應該要提出 社會影響力評估的方法 那現在我覺得我的建議是兩個 一個就是說 就是怎麼講 It's better to be roughly right than to be precisely wrong 就是說大概差不多正確的方向 比很精確但是錯誤的方向要好 為什麼這樣講呢 是因為很多時候在做評估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去 曲究一些很容易量化的部分 然後一些比較難量化 或者是比較需要花力氣才能量化 或者根本只能用直化岩座的方法做的部分 因為成本高 所以不一定願意去投入 可是這樣就會造成說 它量化能量化的部分 其實是一個proxy 它是一個不是直接量 而是間接量它的社會影響力 然後那到最後就會變成是說 它的價值主張 跟它寫的這個可量化的部分 反而連不起來 那我覺得如果價值主張 跟可量化影響力連不起來的話 那這個影響力評估 其實是非常可疑的 那這個其實不是只是在社會企業界 在整個政府也是一樣 我們如果一個部會要推行一個政策 一個價值主張 可是我們的管考的KPI是量化 但是跟價值主張連不起來 那這個管考也是很可疑的 所以這是一個一般性的一個意見 就是說如果你能量化的話 那當然很好 但是要挑離你價值主張近的 如果不能的話 那我覺得不需要去取就於量化 寧可多花一些時間 然後把直化的部分做好 其實第三題就是剛剛政委提到了 就是說政府的部分通常需要一些量化 所以當然這個社企的社會影響力 要融到這裡面可能是還要 剛剛提到的這個部分 正確的方向或者可克責 或者是透明等等的一個作物是很重要 另外第四題就是提到現在 像美國有一個B Corp還有像英國在倡導SROI這一些 的社會影響力評估 當然我想剛剛政委提到的是幾套 這個部分我覺得說 這兩套目前是我們也在台灣 目前正在發展的 不知道你對這一些的看法如何 我覺得很好啊 就是說我覺得就是 這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比較去說 剛剛講社會價值社會影響力社會創新 而比較不一定去說他一定是社會企業 或不是社會企業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一個就算不把自己的社會使命寫進章程 一般不會叫社會企業的公司 他也可以拿來做B Corp認證 他也可以來算他的SROI 也就是說這並不是排斥性的 不是說只有我們社會企業圈才能玩這個 而是說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東西的普及 讓更多的可能本來只是盈利型的企業 能夠發現說這個真的是一個時代的潮流 而且這樣揭露出來對所有利益關係的人都好 這是一件事 那反過來講我們也希望 因為更多的不一定是社會圈的人的參與 所以這些認證或者這些影響力評估的方式 更為大眾所知 因為目前的最大的困難 就像剛才講的 仍然是大家對這件事情缺乏一個awareness 他他比起有機農業或者什麼來講 其實還是屬於小眾 所以我當然我的意見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希望盡可能把這個awareness做大 然後盡可能的不管是哪一種認證方式 去充分的講出他的價值主張是什麼 然後越多越好 對好 第五題就是說現在台灣的很多社會企業 可能在資金方面是也蠻欠缺 但是因為他是比較中小型 所以現在這些資源的部分 政府有沒有什麼辦法來協助 您的看法 有的 目前就是說不管是我們鼓勵地方政府 甚至我們中央自己在空總 也有做一個類似玉城的一個位置 對不對 如果你是社會創新 那你可以apply過來 那我們就去assign mentor 然後會去幫助他們去做效益跟影響力評估 甚至吸收掉一些一開始的成本等等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部分 就是說在協助他們導入他們想要的那種評估方式 而不是我們prescribe一種方式給他 我覺得這個還是剛才講的 就是我們參與我們indorse 但是我們不主導 那這個對於任何個別的組織 都是一樣的磁吸一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我們會希望說 一些不是那麼難做的 而是說 好比像說你的社會使命寫在章程裡面 好比像說如果你有資產鎖定 或者是有什麼解散後分配 什麼的這些東西 那其實這些都是可以有範本的嘛 你只要寫了揭露出來 這就做完了 這個其實並不需要多餘的資源 或者是能力 這個是你知道跟不知道的差別而已 對那所以這種就是 either or 就是非黑即白的東西 而不是by degree by degree你當然就要花力氣去算了嘛 那但是如果是這種非黑即白的東西 而且做了馬上可以獲得一些認可的話 那我們同樣的也會很鼓勵大家去導入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在新版的公司法裡面 接下來要送到立法院裡面 很明確的說 就是第一條公司營利為目的之外 這公司也可以自己去選擇 他要的社會或者環境或者其他的目的 那當這個公司這樣子選擇寫進章城 並且就是揭露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一個baseline 就是說至少我們可以知道 你投資給這間公司 你就是為這個使命 那同樣的合作社以及NPO也是一樣的道理 對好謝謝 第六題其實我們在談社會企業都會談 經濟社會環境三重底線的評估 但是我覺得剛剛那個政委的那個 把治理加進來以後 我覺得那個整個寫的很好 所以這個部分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您剛剛 我想那個部分我們將來發展出來 可以作為社會企業發展推動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核心的一個價值 您能不能再補充一下 這個第七題的部分就是說 從第六到第七的時候 現在整個社會企業在社會影響力未來 對社會企業的發展 有可能的趨勢是什麼 然後可能面臨的哪一些挑戰 對我想我想最大的挑戰 我重複講還是一樣 就是說現在不管講社會影響力 講社會企業 甚至講永續發展目標 你在街上隨便拉一個人 問他是什麼意思 可能就是只有不到兩成的人講得出來 這個就是最大的挑戰 那我覺得我們在這個解決以前 我們其實根本不需要去分就是什麼路線啊 什麼政策啊什麼東西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 general awareness的話 表示社會上的人 他在做消費選擇 做投資選擇 做各種選擇的時候 腦裡並不考慮這個factor 那他腦裡如果不太考慮這個factor 他只是覺得說 這就是跟意脈一樣是一件好事啊 那這樣同樣從企業的角度來看 這個就是CSR 可能就是公關經費的一部分 如果大家是這樣看的話 那我們這個柄就剛好就這麼大而已啦 他不會再更大了 對那所以我覺得 目前的發展趨勢就是說 我覺得要有一些很很確實的 他真的有解決社會問題的一些case 然後這些case我們可以出來說 你看你如果不是采用商業模式 你根本沒辦法這麼有效率的 或這麼快的 或這麼好的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然後我們需要讓這些就是成功經驗 或者是一些很好的模式 讓不但是全台灣 可能讓全亞洲全世界都知道 說因為有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等等 那所以如果我們現在 沒有這樣子的marketing的話 其實這整套東西 都沒有辦法凝聚起來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辦公室 一直在拍短片啊 或者是接下來設計社創中心 開幕請院長來啊 或者怎麼樣 就是讓整個社會 越來越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社會影響力 以及為什麼社會影響力 不侷限於捐錢 你也有更多種放大的方法 當然捐錢也很好 那所以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目前 在接下來一年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同樣的 我們在做共同採購的時候 我們也不是說 因為這樣子 要塞錢給社會企業 而是說 讓所有機關的人員 他在進行採購的時候 他看到工程會的那個網站 他看到社會企業 或他看到社會價值 然後他腦裡 開始有這樣子的東西 慢慢就會融入 他的政策決策裡面 這個非常好 那個政委 其實因為我學生 那個惠宇 他的碩士論是在寫 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 您剛剛提到 其實在做社會影響力之前 或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很重要 是不是惠宇 你來跟政委 沒問題 對 好好來 您稍微來提問一下 小心 好 好 OK 哈囉 各位您好 我是惠宇 然後我現在是在做我的 碩士論文 我的碩士論文 是在做關於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 對 就是他的一些business model 他是有哪些購面跟指標的權重 好 那有兩個問題想問您 就是第一個 政府單位該如何協助現有的社會企業 他們繼續經營呢 然後 那另外就是他 如何 如何我們更能夠更吸引更多的社會企業 來投 更多的人來投入社會企業 好 謝謝 我想第一個就是說 政府要 不要把社會企業看作是某種需要補助 或者需要扶植了 因為我現在 現在做青年政策也是同樣的一個概念 我才剛接青年政策 我覺得政府長期以來 我這樣講話可能有點重 但是我覺得政府長期以來 就是 談到青年的時候 感覺上好像是一個需要扶植 或者是需要培養 或者是總之是 把它看作是比自己弱小的 這樣子一個群體來看待 那這樣子的問題就是說 他忽略掉青年的能動性 青年自我組織的能力 青年對於政策的敏感的程度 青年找到資訊的程度等等 其實是已經遠超過政府本身 所以就是說它這是一個措置 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政府能夠更讓青年的事物 就是讓利害 利害關係的就是青年自己 來處理的話 其實有很多政策指標 它是可以讓青年自己去設定的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社企也是一樣 就是說 每一個人要做社企 他當然是發現社會有一些不公益之處 他或者是覺得社會有一些 可以改善到更好之處 或者他想要讓他所在的地區 能夠這個再生等等 就是每個人他當然是 懷抱著社會使命 他才會進來做設計 那但是當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政府不是說 這個我就是覺得說做這件事情很棒 所以我要鼓勵他 我覺得無寧政府的角度 應該就是說 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公共治理的一部分 現在有人想到了一個創新的方法 能夠比我們更善用資源 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政府跟他就是一個 partnership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政府 您剛剛說鼓勵或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鼓勵就是 我們叫做peer-to-peer governance 就是對等式的治理 簡單來講就是說 這個地區它發展什麼是重要的 它怎麼樣解決問題是重要的 我們去問當地的社會企業 我們去透過當地的企業組織 其當地的民眾去問人民 而不是說好像我們自己有一套agenda 社會有一套agenda 我們的agenda裡面分個5%出來給社會 表示我們很照顧社會 完全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政策的形成是讓社會一起參與 而且把社會看作是一個有效的last mile 我覺得這個就是政府的一個特定的 現在可以做的一個態度 我也都是這樣子跟各部會的同仁說的 這是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說如何更多人來投入社企 我覺得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要理解到說其實做社會創新 它不一定要用現在傳統所謂的商業模式 而即使用了商業模式 也不一定要設立一家公司 那我覺得中文 中文有一個有一點不幸的 就是社會事業 social enterprise 當時翻的時候翻成社會企業 那所以就是明明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型態 但是大家都會往公司型態去想 那所以就會變成有一點點稍微窄化掉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更多人來投入的話 我覺得無寧是應該要發展一種觀念 就是說像我去花蓮的那個在地的那一場 座談的時候有碰到一個在地的一個合作社 他本來先是合作社 然後又成立了一家基金會 然後因為要處理捐款 然後呢現在呢未來要處理投資 要成立一家公司 那但是他的社會使命是相同的 這三家的名字是一樣的 所以我的意思說無寧是把組織型態看作是一種 你現在最適合用來達成你的社會使命的殼 而不是要把它綁在說 你是哪一個社會組織型的組織型態 你就突然間被綁在某一邊了這樣子 那我覺得如果能夠普及這樣子的觀念 就是說就是社器就是一種放大你的社會影響力 解決社會問題 而且能夠找到志同道法人的方法 至於什麼樣的組織形式 那個是按照你最適合的方法來找 而且中間都可以一直切換的 我們如果讓這樣子的一種有彈性的觀念 不但在法治上面能夠加以鬆綁或加以調和 而且也讓創業的人知道說 失敗是沒有關係的 你現在這個組織型態如果不work 那你就換一個組織型態再來一次 或你換一個business model再來一次 那中間的這個失敗的這個風險 我們有足夠的就是支持的社群去加以吸收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快速的讓感興趣的人 去快速試驗出各種各樣不同的社會影響力發揮的方法 也就是說我會希望它的成功率是設定在2% 而不是70% 就是政府現在不管是補助案 投資案還是什麼東西 它都是假設你要大概七八十%的這個成功率 才丟資源下去嘛 但是我覺得更好一點的方式就是說去鼓勵 嘗試鼓勵失敗 那這樣的話對很多人來講 它就不是那麼大的commit 好像它一定要就是把房子這個抵押掉啊 這個離開它的這個日常工作啊 這個它要這個全心投入啊 怎麼樣才能夠去做社會創新 而是說它甚至只是用周末的時間參加 它透過線上的一些時間參加 它透過群募或者是各種協力的方式參加 簡單來講減低它的參加成本 但它參加過程裡面它就認同了這件事情 所以它就把這個理念傳播出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透過這種部分時間的 不挑特定組織形式的參加來擴增理念 我覺得是讓更多人加入了一個很好的方法 嗯謝謝 那想再問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台灣的社會企業 幾乎都偏向是中小型的社會企業 那想請問鄭偉您對未來台灣的社會企業 在經營上會朝向 您覺得它的未來展望是什麼 它會朝向哪種方向 比如說擴大變成規模大的社會企業 還是其實持續一直會是在 這樣比較中小型的組織呢 嗯可是像我們這次一起去 那個社會企業年會的不管是喜漢兒 或者我們知道大愛也有它裡面科技的 那個部分的社會企業 那個都非常大 那個已經不是中小企業可以描述的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裡在觀念上面 有一點要調整的 就是說之前當然因為冯老師 他同時是做青年創業 跟做社會企業 所以可能會把這兩個概念 稍微有點綁在一起 好像是說社會企業是一個青年創業的很好的選項 但是我覺得 就是說第一個是說這對公司型態可能就比較偏重 然後第二個是說不管是合作社型態 或者是NPO型態 其實像合作社型態 他們不管是什麼儲蓄合作社 還是各種不同的合作社 在原住民的地區或者是在其他地區 其實都已經長年 可能都是以十幾二十年的時間來算 已經發揮了很好的一些功能 那這些都是社會企業啊 你用每一個標準去檢視它也都是啊 對 所以我就說台灣的三波的 不同的社會企業的脈絡 從最早期剛開始民主化 然後到這個 不管是就是921或者是風災 或者等等那附近的 在地的地區的凝結 然後到現在把青創加進來 我覺得這些是要放在 同樣的脈絡裡面去思考 而不是好像變成是說 我們在裡面挑一些公司型態的小的 然後說就是我們要鼓勵青年創業 我覺得那樣子對社會企業的這個branding 不一定很有利 這個是我的一個具體的想法 對 那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的中小企業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它幾乎都不是自己存在的 它都是一個大的產業鏈的一部分 那這個產業社群其實也是solidarity的一部分 只是說之前是大家上下游團結起來去賺外匯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上下游團結起來去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就是說它的意思仍然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是靠中小企業的這種快速迭代的能力來進行社會組織 它不是靠就是國家去投資一兩家非常大的東西 來進行社會組織 那就是台灣的特色 我們不太可能去改變這個特色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要善用這個特色 就是說中小企業在進行社會創新 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也可以理解到說 因為你是在做社會創新解決社會問題 這個跟狀況會更同仇敵開對不對 就是說大家是更能夠加在一起的 有兩家公司如果它解決同一個社會問題 它雖然在就是某個button line上看起來可能是競爭 可是它在另外兩個button line上面完全都是合作 他們越多人投入就越快這個社會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上下游的solidarity可能因此而更容易結合 所以我們並不會去要求說 你們一定要每一家都上市上櫃 或者是說你們每一家都如果是NPO的話 都一定要長到剛剛講的那麼大 而是說每一家都要充分理解在台灣 或者甚至全亞洲全世界正在解決相同社會問題 或者是解決了社會問題做的社會創新是你用得到的 你的上下游是什麼 那政府能夠幫忙的就是搭建一個平台 然後確保說每一個人都知道說 我正做這個社會創新 台灣別的地點也有人在做 我們可以互相切磋互相進合等等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們就會自然長成一個ecosystem 一個生態系 而不需要政府特別挑一兩家來說 我就是要這兩家變成上億元 我想這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好謝謝 接下來第二部分 那個評估的影響力指標 我是不是請嘉玲來解釋一下 你先跟政委報告一下 請問政委您那邊有一份就是我傳的另外一份AHP的 成績分析的 有成績分析票 那我現在直接直接打開是不是 對 好 這邊嗎 對 好 對這分問卷主要就是我們有 我們將 英國有一本Greed Code 它出版的社會影響力評估的書 它當中有76個評估方法 然後我們把它做歸納 然後我們想知道說 因為有些評估方法裡面一定有 類似的面向或是有相同的指標 然後我們將它歸納以後希望能夠知道說 台灣的一些相關的專家學者 他們怎麼給予這些指標 就是他們覺得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重要的程度怎麼樣 所以我們這份問卷主要的目的是這個 所以這個重要的主詞是什麼 是對台灣的社會企業生態系的成長比較重要 還是我如果現在自己創業我覺得什麼比較重要 就是說你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就是以政府 就是不是以整個整個整體來看 整個生態系來看 就是說以台灣2017年的這個階段 哪些價值比較重要這樣子 對 OK 然後跟您解釋一下就是它的填達的方式 首先請您看一下第三頁 對然後第三頁它有一個範例 就是對這邊 然後它那邊下面它這個範例是說 想要知道家人師長以及朋友 嗯 誰比較重要 嗯 然後它第一個步驟是要排序說 他們的重要的順序 那這個這一題的範例是說 家人比師長然後再比朋友重要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要給予他們 呃全中分數可以填達一到九 然後呃可以大於等於 嗯 然後對或是也可以同分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都是一樣的步驟 第一個就是排序 然後第二個是給予他們各自 每一個選項給予他們各自一個權重這樣 嗯 OK 所以呃我再recap一下我聽到的齁 呃現在有三個選項家人師長朋友嘛 然後你把它做成三個兩兩相對嘛 對不對 對 然後 然後 但後面 呃後面不需要填這個表格 哦 因為我我我本來 對我本來想想問說這個八 好比說家人的八是是怎麼得出來的 是我自己assign給他嘛 對 自己答分數的 對您自己認為 嗯 對那但是這邊因為家人對師長是在 呃就是左邊的就是正三嘛 嗯 那家人對朋友是正六嘛 嗯 那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我填八五二 你就可以算出這個來這樣嗎 對這個意思是說 比如說呃他認為家人是八分 然後師長是兩分 然後他哦師長是五分 對嘛 所以就是這是等差嘛 就是說你去拿八減二得到六嘛 對所以會比家人偏偏家人 家人那邊重要三三分這樣子 嗯 欸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同等重要不是應該是零嗎 對 對 對 但是這邊是一啊 就是為什麼不是兩邊各有一個正一跟負一 哦對 是因為我們分數是從一到五 一到九分 OK 可是好比像說我如果家人跟師長都填了八分好了 假設我這邊填八好了 對 哦那這樣他們就同等重要啊 所以家人跟師長這邊應該是零啊 對 那我們的表格會再做手感 好謝謝 OK我其實確認一下我有看懂這張表 OK OK 所以你們需要多兩個欄尾就是 就是正一跟簡一的兩個欄尾 好 OK這樣理解了 呃好 那所以呃我們是現在來填嗎 還是我我今天稍晚填完給你就可以了 嗯 可以啊 也可以啊 對啊 對如果如果您方便的話可以就是您有空的時候 就是填完再回覆給我們就可以了 對 OK好那我就先就是詢問一下呃就是裡面的的一些我看不是很清楚的 呃term 然後先確保一下我對這些term的了解是跟你們是相同的好不好 嗯 嗯 就是在價值這邊就是第七頁b2哈 呃 呃 對 呃 就說 這個符合符合三重價值這一部分 就說你們要的是 他必須同時考慮到經濟環境社會三個面向 就是說他越同時考慮到這三個面向越好嘛 好比像說我只考慮經濟跟社會然後忽略掉環境 那這樣就沒有符合三重價值 我要問的是這裡三重價值是特別針對雙重價值來來說的還是不是這樣 欸對沒錯就是說其實其實這個三重價值我們的文章 我們將來會把證明的那個適從的這個概念 這個在自己的部分再放進來 啊這個部分就是說他有的可能他們在運作的過程只有偏重在社會跟經濟 如果又有環境的部分這個是更好就是有一點 對對對 對就是說他他在我剛剛的那個schema裡面 他他越越越圓形越好了 就是對對對 ok好了解 現在大家都會說就是如果三面都符合比較能夠永續發展 當然主要還是因為社會構面傳統上治理有點會被折進去 但是因為如果我們做團結經濟的話這兩個是非常清楚是不一樣的 對沒錯因為我們會用團結經濟的一個理念進來到這裡 其實剛剛提到合作社還有不同形態 今天真的收穫很多 ok好那接下來就是協力網路B7對 B7這邊這裡講的是說這個就是智力嘛 所謂雙向合作及參與嘛 那智力達成平衡是可不可以就是比較清楚的說明一下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部分就是說其實他要求在stakeholder之間的均衡狀態 因為他可能有供應鏈有有生產者消費者之間盡量能夠 其實有一點類似就是說他這個部分他是要達到他的那個整個使命 就是我們在推動他不管是是生態的或者什麼的部分 他們希望能夠把stakeholder之間做做一個平衡 而不是只變品種在生產者或者消費者 可能他要兼顧到stakeholder的社區等等這一個部分 了解所以這個平衡其實他是一個很動態的嘛 因為你的意思是試圖影響彼此的政策與願景實踐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叫common good或者共好嘛對不對 就是說他的平衡並不是說我給你50塊也給他50塊的那種平衡 不是是共好的 是共好那種平衡 OKOK好那這樣子整份應該我理解上面有什麼問題 那我就稍後填完之後給你們 那鄭偉想再跟您說一下 因為之前嘉玲學妹有寄一份我的論文的問卷給您 那因為有經過修正 那我現在直接用那個skype傳我的問卷給您嗎 他的鐵打方式也跟這一份是一模一樣的 社會企業的基因模式這樣 那我用skype現在傳給您 好OK那除了問卷之外還有沒有什麼別的想要聊的 另外就是說因為鄭偉我們這個是科技部計畫 他有一個訪談的費用 我再把這個費用的那個收據給您 那您也幫我們填一下 好啊沒問題OK 那我把它放在我的 我等一下傳給你的問卷的下面 我們也會有一些資料的提示 再麻煩您這樣提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今天對話錄影可以公開吧 湯校長募告一下 謝謝 好沒問題 謝謝 我們完了以後 會獨自搞再給鄭偉修一下這樣好不好 OK所以我們錄影本身沒有要公開嗎 你們大家對上鏡頭 真的嗎 可是我還蠻想公開的 包統你修一下 好謝謝謝謝 沒有如果你們不反對的話 我有一點想把我們剛剛的整個對談的一個脈絡公開啦 因為主自搞不是很容易一下子就是參考到我們的一些表情啊 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不反對的話 我就直接放YouTube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謝謝 因為我這個有用螢幕的那個錄影 有record 那我再把這個這個的MP4再送給您這樣 好OK 謝謝囉 好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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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